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特征生产和策略计算上 先简单介绍一下腾讯广告 那这是腾讯面向企业的一个商业化服务平台的一个解决方案吧 那我们的流量上其实也会覆盖到就整个腾讯系的产品箱 微信啊 QQ 等那我们整个的 腾讯广告的年收入就在公开的采报上讲的话应该是一个将近千亿 将近千亿人民币的这样的一个级别 对 那我个人的话呢现在是在腾讯广告这边就负责包括像特征生产 样本策略计算框架等 那其实我个人对Spark Flink也是有一些研究 那以及对开源社区是也是有一些相应的一些贡献吧 对 那另外像 对Iceberg的数据湖呀Parket的这种劣势存储也是有这个兴趣和相关的研究 这是今天的一个分享提纲那先进入第1部分的话 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这边的RFC的实时特征生产以及6VP用这样的一个特性 实时特征生产我们看到在整个广告系统当中的话呢是大约是在这样一个位置 那我们看到它的 输入其实是一些日志 那 它的输出呢就是一些实时特征可用于这个离线的模型训练以及在线的模型预测 对 那我们这个框架其实也是基于Flink来搭建的那我们现在现往跑的版本呢是Flink 就1.13的这个版本吧 其实我们做一个这个框架提供给各个团队来做 特征的生产的话呢那我们本身就要去保障这个框架 是简单可用的 是准确实时稳定的那也能满足这个荣栽 方面的需求 所以我们就来看啊那我们整个 FC提供的第1个这个比较重要的能力 叫做6VP用的这个能力 那我们看到这个图里我们之前的特征生产方式的话呢是 其实说 离线用一个批量的这个Spark任务做 批量的特征生产 那再 再用一个实时的这样的一个Flink任务呢来做 实时的特征生产 那肯定是说就两个人两个任务的这个开发 维护包括你去跑两个任务呢 他占用的资源的代价呢 其实也是比较高 那所以看我们这里是想做什么 是想要做 做做一个什么呢就是要把 一个批量的任务这个集成到Flint的流程 任务里边去做 那这样的好处的话呢是 极大的能够减少批量任务的这个计算量 就 那为什么这么说 那我们还是回过来左边这个图的话 那其实我们 虽然分了实时和批量两个任务 但是呢 其实我们看到两个任务的计算逻辑的 大部分的其实还是相同的 那也就是说先 先先先实时算了一遍 对吧把这个结果写出去之后呢 过一段时间 实时的这个计算就本身可能结果也就 就就计算过程本身和结果也就扔掉了吧 对吧 批处理呢是需要 再把这个数据给重新读入 再走一遍 基本上是之前这个流逝任务已经走过了的 这种的那个计算逻辑 那所以我们这里有一个还是挺重要的一个洞察 就是说我们是把 流逝任务和批量任务去合在一起之后呢 能够节省这个很多的那个重复的计算 那主要是因为是说 我们流逝计算的这个中间结果呢 那其实是可以保存在在 状态当中的 那 可以给稍后的你像小时期啊或者天期的这种 批量任务就是 直接来用 那就避免了是说批量计算的时候呢 再 重新去计算这样的一些那个中间的结果 对 那我们所以就把这样的一个能力呢叫做 流微批用 也就是说呢是在同一个这个flink的流逝任务里边的 那既 跑了流逝的计算也跑了批量的计算 就是把流逝的这个计算的结果 复用给批量计算 那我们这个流微批用啊和这个flink自己的 流批议题是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啊 那其实是说我们还是说 是为了解决两个不同的问题 对那具体来看的话 我们流微批用其实是把 就是流批一体啊 就flink的流批一体 其实是把一个 流逝的API和 批量的API 都统一到这个基于 DataStream和Table的这样的一个API上 对吧就是用 有界流和无界流这样的一个统一 一个抽象上的统一把它统一到这个 整体的一个API上 但是我们说 其实这两个在运行的时候呢 那还是分 批量任务和流逝任务 其实还是两个不同的任务在去跑再运行 就所以我们这个流微批用这里比较强调的一个点的话呢 就是说其实是在同一个 flink任务 flink的流逝任务里边去 去做这个 实时 和类似小时期啊 天气别这样的一个批量计算 对就 这还是一个本质上的区别啊 就是我们是把 流逝的计算和 批量的计算合到一个任务里边 那去做 那另外还跟 flink 1.14以来呢 其实引入了一个叫做 这个叫混合式的输入 这样的一个能力还不同 那这个区别呢 是就这里的hybrid source 其实 它虽然也是批任务跟流任务一起跑啊 但是它 本质上还是为了解决这个叫做流任务的能启动的问题 就是说 在流逝任务 你启动之前的话 先 一次性的去堵入这样的一些 批量的数据来解决一个 这个叫什么 流逝的这个bootstrap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对 那所以 最后还是稍微总结一下的话呢 那我们流为批用提供的 就是解决的是一个相关的问题呢 那 其实是说就是还是说让一个 流逝的flink 任务 跑起来 既能包含 既能包含流逝 计算的能力也去 包含批量计算的能力 就是把 批量计算的结果也给 跑出来 是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 这也是整个讲一下 流为批用的一个实现思路吧 那 先简单解释一下 我们知道 流逝的这个原生的处理接口 就是flink 里边是叫做 process element 就这里 PE是 process element的一个缩写 对 那所以我们也新增了一个批量处理的 就是process batch的这样的一个 语义 但是毕竟呢 是说 我们这是一个 批量处理的过程 对吧 批量处理过程 通常是需要便利很多乃至全部的数据的 这个便利全部数据并且 做处理的过程 通常也不是能够瞬间完成的 那有点耗时 比如说 不论是10分钟20分钟或者耗半小时 对吧 所以我们这里可能 就不能简单的是说就在两个 两条流逝数据的处理中间 就这么粗暴的去 插入一个全量的批处理任务 因为这相当于是说会 阻塞整个的流逝 任务的处理 会让流逝任务的 这个latency 会 变得非常的高 所以我们做一个什么样的事情 就是我们是在说 做流逝处理的时候 那比方说到了 小时或者 天的这个 临界点 对吧 需要去发起一个小时级任务 或者一个天级任务的时候 那我们去 触发 去同步触发这样的一个批量的任务 就这个触发本身还是非常快的 那等他触发起来之后呢 那去真正去执行这个 比较耗时的这个process batch的时候呢 我们是去 一步的去做 那这样的话就不会影响整个流逝的 端到端的这个latency 那 大家怎么去理解这个过程 那这个其实是跟 Flink自己已有的checkpoint 或者save point 这样的一个代码逻辑 会有点类似 就是说 他 Flink自己本身的checkpoint 或者save point 因为他 做起来的话呢 那耗时间也会比较长 所以他其实也是一个 非常快速的一个同步的拉起 但是 也是去 异步的去做 checkpoint或者save point 这样的一个 那个 过程 对 所以说这个我们 就是这个process batch的 代码路径呢 跟checkpoint 和save point 会比较像 但其实还是 不同的一个就是 第三个代码路径 就如果说 checkpoint或者save point 是叫做第1个和第2个代码路径的话 对 那我们跟 checkpoint和save point 不一样的 地方在于呢 就是原来的 就是原生的flink 或者save point 它这个 一旦拉出来一个异步的流程之后呢 那它这个异步的流程是不会去 修改已有的那个状态的 对吧 因为checkpoint或者save point 本身的语义呢 也就是说把已有的状态只是保存出去而已 对吧 那它 其实不会去修改已有的状态 那所以这样呢 但是我们这个process batch的这个 流程里边的话呢 那其实是对状态还是有修改的 那所以这样就会引入一个就是 流逝状态和批量状态的这个状态 不一致的一个问题 对 那我们就举这么下面一个例子 来解释 来说明这个比一致 那看到这个例子里 就是 假设最开始 大家都是从这个流状态的 10100这两个数开始 对吧 那 P状态这里呢 就先去做一个snapshot出来 那继续做一个什么事情呢 会把这个10加到100上去 并且把10 做一个清零这样的一个操作 对 那这里大约是对应是什么样的语义 就是说 10是一个当天的一个累积 那110是一个过去很拨天的一个累积 对他把这个10挪到110里边 并且把这个是做一个清零 那 但是呢我们看 流逝的这个状态里边 他没有看到这个清零对吧 那他自然是 就是基于 自然累积继续去做 就比如说我们右心累积了视条 那他这时候得到的状态是什么 得到状态是20和100 这样的一个数值 那所以这里我们看到流逝看到的状态 2100跟批量看到的状态0和110 其实呢 那这俩之间的这个 状态就会有一个 又会有一个 冲突 那上一页说 就这里会有一个数据的冲突 那我们本页就来看那个怎么解决这个 冲突了 那 其实这里所谓的冲突呢 那就本身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叫做 冲突问题 就是因为你其实是在 两个县程里边对吧 我们刚才讲到是一部的县程吗 那是在两个县程里边去 改同一个东西 那就会遇到一个冲突 那 所以我们 这里的解决方式 就是 把 其实把那个流状态和批状态做一个分离 并且呢也分成两个县程 就上边是一个process element的流逝处理的县程 那下边是一个process bash的这样的一个批量处理的一个县程 所以我们看呢就是 在上面这个 process element的这个流逝处理的县程里边呢 对 流逝的状态是 既读也写 对但是对这个p的状态呢是 不读不写 那下边这个process batch的县程里边呢 对 对批量的状态是既读也写 但是对 流逝的这个状态呢 它是 止读不写 对 所以这样的话呢 我们看就 没有那个写冲突 就是 因为我们是流微p用的话呢 那我们看 是要把流的这个状态是开放给p的这个process 这个县程来读的 就但是呢 他这里是 对于流状态来讲 他是止读不写 所以我们看到 对于这个流状态来讲 他虽然是 虽然是说 是多读 就是上面也读 下面也读 但是 就是多读本身其实是 是没有冲突的嘛 对 那写的话又只在一个地方写 所以呢 也是 也是这个 不存在写冲突的 对 所以呢 这里整个图我们看下来的话呢 就是看到 p处理这里呢 相当于是说 近 就是能够看到 并且能够 复用 流逝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再去做一些简单的计算 那最后再把这个计算结果去按照小时或者 这个天级来来来输出对吧 那这样的话呢 整个下来就是一个这个 流微批用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另外就上面这个process的这个 流逝处理的过程还也是需要做一些 适配和升级和修改啊 那 就是因为我们刚才讲到p处理这里呢 是不能直接来改这个流逝的状态的 那所以呢 就是被 p处理用完了的那些流逝数据的 那个状态呢 我们还是需要去做一个 清理的 就否则的话这个状态也会变越大 对吧 那稍后有一页会专门介绍这里的 流逝状态的一个过期处理 这一页是对我们刚才讲到的 流微批用的就是processbatch的 第3个代码路径 那我们跟第1个 代码路径就是checkpoint 和第2个代码路径savepoint 做一个比较 就特别是在 flink1.13以后的这个版本里呢 那 checkpoint和savepoint的区别也比较明显了 对 那我们看就checkpoint savepoint 其实 在同步过程还是一样的 但是在一步的过程当中呢 做的事情差别还比较大 那也跟我们这里流微批用的process过程呢 做一个 做一个比较就是 我们这个同步的过程其实也是在做rocksdb的这个checkpoint 以及做 hardlink这样的一个硬链接 等等 这个同步过程做下来还是非常快啊 在 异步过程里呢 就会有一个挺大的区别 就是我们会去 便利所有的流逝和批量的这个状态的sst文件 然后去做合并包括 调用用户的那个业务的计算单码 最后再把这个批量的结果进行一个写出 接下来这个是简单介绍一下 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个流逝状态的需要作为一个 业务预理上的一个过期的一个处理 对吧 那这里我们也是基于 就rocksdb的这个compaction filter的这样一个能力 那这个 这个 这个数据的那个过期的清理呢 那也是是在compaction 就是rocksdb自己在 后台去做compaction的这个过程当中 去发生的 也是在后台去调用那个用户业务的那个代码来做这样的一个处理 对 这里可能稍微注意到一点 就是 我们说那个gni呢 就一般大家理解可能是java叫 调c加加的那个代码 那其实我们这里 更多利用的是他这里 c加加去网上调用java的就是用户的 java业务代码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对 对那刚才介绍的呢是 就同一个任务我们怎么做 同时做这个流逝和批量的计算 对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大状态的快速故障恢复 对那这里背景是这样 就是我们广告业务的这个 实时特征的生产场景呢 那我们flink 任务还是有挺多个的 那其中有一些 flink任务的状态 也就是那个checkpoint的那个state 大小对吧 那其实还是能够打 达到 就tb级别以及几时tb级别 那这里的问题呢是 我们在遇到 一些这个故障恢复场景的时候 我们发现就flink从那个checkpoint里边重新 读数据做恢复的整个的过程还是有点慢的 就那其实也是可能 能达到10分钟以上 那这里这么长时间的这个中断呢在 我们这个业务场景下里边还是有点 不可接受 对吧那我们就去看怎么去做这种大状态下来快速的故障恢复 那同时我们也回顾一下这个 一些业界的方案就发现的其实并不是都能满足我们这里的需求 就一个是说 像flink自带的这种这叫区域化的故障恢复策略 对吧 那它在 它适用于不是全连接的场景 那在全连接 场景下那就不太适用 我们这里的实时计算 实时特论生产基本上还都是全连接场景 对 那另外我们也也看到有一些方案是做了趋势 就比方说它是允许部分数据的丢失 对吧 就去可以做 单点的那个故障重启 但是我们这里场景还是也是不太能够容忍数据丢失的 对 那所以我们就是在讲 大状态 在 就是也不容 也保障数据不丢失的这个前提下 我们怎么去做到一分钟的这种快速的故障恢复 那我们看这里具体的思路 其实也就是我们去思考这个问题 是说 一方面我们的场景里边因为我们是特征生产 对我们看到我们的数据里边 就会也会有 热数据和冷数据这样的一个区分 那 另一方面呢我们看 就flink原生的这个故障恢复的话 是 因为它是不会去分 冷数据和热数据的对吧 它是去把全量的数据 就拉到这个flink的本地 然后再 去做一个数据到roxxdb的这样的一个加载 那 这里不论是拉取还是加载 我们说都是一个这个同步的过程 也就是说 我这个事不做完 那 整个flink的任务 还是处于一个没法处理 就是新进来的数据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对那所以我们这样 这样的情况下呢 说 在需要恢复的数据量级还比较大的情况下 那这个恢复呢就需要10多分钟才能做完这整个的这一套 对那那我们新的 快速故障恢复的思路啊 我们看就是因为我们是能够区分 冷数据和热数据嘛 那我们所以相当于是说我们从 hdfs 往本地磁盘拉数据的时候我们就分开做 对吧那我们先把那个热的数据 通常这部分数据那个数据量也比较小 那同步的拉下来也去做一个同步的这样的一个加载 对那只要 热数据这部分的流程搞定了 那我们就让这个弗林克任务呢跑起来 他去开始处理新的输入的数据 那剩下的大头的冷数据部分怎么办呢 那我们是去拉起一个这个叫做异步的 拉取数据的拉取和数据的加载 对也就是说呢 在 在边处理就是同步结束之后已经开始新的 接入的数据的处理的时候同时我们 我们一步再去做这个冷的数据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拉取和加载 对那通过这种方式呢我们是能够大大提升我们整个的服务的可用性的 那换句话说呢也就是说 服务 这个这个中断的时间吧就是能够控制在 一分钟以内 对 那这里这一页整个讲的是一个思路啊那我们后面具体来看一下是怎么做 第一个是说呢首先我们要区分开能够区分开这个冷热 两部分数据对吧那 技术上我们看怎么能把它区分 那就是还是 非常关键非常重要 那我们就分ROXDB和FLINK这两部分来看吧 对那然后我们知道ROXDB它本质上是一个叫 Log Structured Merge Tree的这样的一个数据数据结构对吧 那数据结构啊 那我们看新的数据进来的话那它是都会写到新的 那个SST文件里边那 对于这些SST文件的所以呢 其实ROXDB自己会做一个这种 Current的指针 然后指向它自己的Manifest文件 然后呢Manifest文件再去进一步指向所有的SST文件 大约是这样的一个 三级的一个结构 那所以呢这里我们解析这个Current文件 它指向的这个Manifest文件对吧 那我们就知道 那剩下的这些SST文件当中哪些是 冷数据的SST以及哪些是热数据的SST 对 那 这里ROXDB其实还是在解决这个相当于是啥呢 是 单个并行度上你怎么去区分冷数据和热数据对吧 那我们看 Flink在 HDFS上去的这个数据的话 其实它 本质上就是很简单的汇总了多个 并行度的这个ROXDB的文件上来 对吧 具体的Flink自己会有这个叫Stream State Handle的这样的一个数据结构去 记录和区分 就 不同的并行度写出来的 像Manifest文件 像 SST文件 分别是哪些 那我们再去结合像 Flink和自己的这个叫增量 Checkpoint的 这种文件的 组织就目录的这个组织方式对吧 那其实我们也能够是从 HDFS上 就清晰的解体出来的哪些是 哪个并行度的热文件对吧 哪些是哪个 并行度的 冷数据文件这样的一个信息 那这一页呢其实说我们就是在整个 技术上是能够区分出来 我们冷数据和热数据 那我们能够对冷热数据做了一个区分之后呢 我们就看怎么对冷热数据去做不同的这个 不同的操作对吧 那但是在此之前我们先简单回顾一下 就flink这个原生的故障恢复 那他就是 对冷热数据他不做区分的时候 他是怎么做的这个故障恢复对吧 那这个具体大约是说在故障恢复的时候呢会有一个 rocksdb state的一个download 去把htfx上的数据呢拉到local disk 就是拉到本地对吧 那然后这个时候因为数据已经在本地了 那我们可以本地就会直接 有一个 让rocksdb去 去执行这个恢复和加载数据这样的一个操作 对吧 那具体的rocksdb的epi上呢我们知道是叫做 调用rocksdb的就是相当于opendb 对吧就可以把这个数据进行这个加载起来 那加载起来之后呢 那用户就是可以去 用这份那个数据了 对 那那这里还有一条横线 这个表达的是一个同步操作的一个分隔线 那也就是说呢就 不论是冷的数据还是热的数据 就上面整个的这部分 包括 下载拉取和 打开的这个操作如果不做完的话呢 那用户是不能够使用 这个状态的 对吧 那就是说整个app其实是处于一个不可服务的一个 一个状态 那实际的情况也是 上面这个部分的耗时 其实 还是比较长 那所以对比而言 我们 对冷肉数据做了这个区分之后呢 这个 快速的故障恢复的流程是一个 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呢 那首先白色的部分还是跟原来的一样 对那但是因为我们现在能够区分这个冷肉数据了 那所以 只是 对热数据走这个同步的过程 那就是包括是从HTFS拉取回来 包括呢 本地 就ROXDB在本地 OpenDB加载这份数据的时候呢 其实也是只加载这个 热数据的部分 对吧 那当这一步都做完之后呢 相当于我们同步的 部分也就做完了 那整个APP也就处于看 我们这个 这部分数据已经是处于一个可用的状态了 对吧 那同时我们再去拉起一个 后台的一个异步的一个 一个恢复的流程 那这里具体的异步的恢复流程啊 那事实说那我们在 另外拉起一个 ROXDB State的 Downloader 对吧 那 他也去 去HTFS拉这个冷数据的部分 然后也把它下载到本地 就是这个local disk 然后呢下载到本地之后呢 我们需要 做什么呢 我们就需要修改这个ROXDB 这个地方啊 就是让他能够 具有一个 第2次 OpenDB 加载数据的 这样一个能力 对吧因为 前面已经open过DB一次了 就前面的一次是针对热数据的 OpenDB去加载嘛 对吧 那我们这次呢是要再针对 冷数据去再次做一个OpenDB的加载 对所以我们这里是叫做 这个 OpenDB follow up 就是相当于是说让他把冷数据再 加载进来 对那冷数据加载完成之后呢 那我们看 这条线上的 这个这个标记也就会把这个冷数据的状态 标记为可用了 对吧从不可用标记为可用 那这个时候呢 用户 就是也是可以用到这部分数据 对 那 回顾一下的话 那这里是这张图是一个整个的 快速恢复的一个视线细节 那高亮的部分呢是 需要有改动的部分 就包括 Flink测 包括ROXDB测 都需要有 相应的这个适配和 和改动 对那我们最后看啊 就是用户API这个地方呢 也是需要有一些感知的 具体是说呢 它在 创建状态的时候是需要告诉我们 它是哪些是需要同步的 哪些是需要异步的 对另外在它使用的时候呢 异步的状态还是有一些区别 就因为 同步的状态的话 我们说它 前面说它是立刻可用的嘛 那所以对于异步的状态来讲 它呢有 有10分钟左右的时间呢 它其实是 不可用的 所以就需要用户代码去做一个小小的兼容 就是 当这个异步状态还处在一个 Background的异步的加载的时候呢 这部分状态的更新可能就 需要先暂时的更新到这个 同步的这个状态里 OK那我们刚才讲的是一个 大状态的快速故障恢复 就包括说我们去做冷热数据的分离对吧 那使得几时TB的这样一个大的状态 我们能够做到分钟期的一个部长恢复 下面我们继续介绍一下是说我们 另一个基于flink的那个那个框架啊 就是以及需要解决的 需要解决的两个问题 对那我们另一个框架就指这个实时策略的计算框架 那它的位置大约是在这里 那具体的也是以一些位置 一些日制为输入对吧 那然后去做各种 策略因子的计算 因为我们现在的线上其实已经有 几十个这种策略因子都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计算出来的 而且这些计算都会这个 也都会这个比较复杂一点 其实很多也是很 很多因子都是这种多轮迭代式计算来做的 对吧然后再把这个计算结果送到线上来 来去 去作用对 那然后这里也有一个背景啊 就是之前我们是 基于Spark Streaming在做这样的一个框架 那过去两年呢其实我们也都是 把它演进为了基于我们的那个flink 对那实质上也是flink 1.13 那所以我们在 Spark Streaming到flink的这个升级过程中呢 那一个 比较关键的 需要解决的 问题就是这个我们叫做磁标的广播问题 那磁标在这里先简单解释一下 就是说我们其实有很多这个位于 HDS上的这个磁标的数据 对吧 那我们之前不论是Spark Streaming框架呢 还是现在的这个flink框架 就大家的 业务的需求都是说 要在所有的计算节点上看到这份数据 那包括其实我们把它加载到内存里边 就使得 业务测可以直接进行这个内存里的数据的查询了 对吧 那 看之前呢 就我们因为都是基于这个Spark Streaming来做呢 Spark对于这种广播的支持其实还是挺 挺挺挺友好的 对一方面它是基于这种 就Torrent的这种P2P的这种方式吧 来做广播呢 传播的速度比较快 那另一方面呢 它是能够 叫保障什么呢 就保障在一个 在一个这个VP次里边呢 所有的节点是 先看到 这个广播词表 的数据更新完成呢 那才会去进行这个实质性的数据计算 对但是我们看到在 Flink这里的话呢 那这里的广播机制可能就跟Spark Streaming 会去完全不一样 就 一方面是说呢 它的那个 主控节点是基本上是不怎么参与的 包括也没有像P2P这样的一个 广播的逻辑 对吧那它 真的是 就是一个发起方式 对所有的下游接收方 去有一个 去有一个那个直接的连接和数据的发送 对吧 那另一方面呢 它也不像Spark Streaming这边 这样来保证是说我整个所有的节点是先 看到这个相同的广播数据之后 那我再去进行一个数据的计算 对吧 因为 对 既然就是没有这样的一个保证的话呢 那我们说我们的业 策略业务上又有这样一个 强的数据 一致性的这样一个需求的话呢 那我们可能还是要有一个协同的机制来保证这种 数据的一致性 就是数据在不同的 Task Task Manager 是 一致的这样的一个数据一致性 OK 那我们就去看 在Flink里边去怎么做这种字表广播是吧 那 一个方案是说我不做广播 那就是其实让 Flink的每个Task Manager都直读 就直接去读这个HDFS上的数据 这其实是会 对HDFS那个单点 会同时访问的压力会 比较的大 对 另一个方案是说呢 我可以是把HDFS的数据先转存到HBase里 然后在 Task Manager上都去查这个HBase 那 其实这里 HBase本身呢还是 是对 对对对对点查是比较友好的一个方式对吧 那 我们的场景里边呢 其实这个 词表啊 几乎还是这个叫做 他 基本上是整体的词表 所有的数据所有的内容都还是 会会被用的 本质上是一个 一个批量的一个操作 那更 侧重于像整体性的批量性的这种操作 那我们 去用一个比较适用于KV点查的 这样的一个组件呢 包括性能上等等的都是不太合适 对吧 那 另外一个方面的话是说我们面向的很多的都是 算法的策略的同学 对吧 那引入HBase的技术战呢 本身上就会使得这个整个技术战会更复杂一些 让整个算法策略同学感觉起来就是 就是 不太友好 对吧 医用性上可能会有一些问题 就包括 真出了 数据的问题 那你整个的排查链路也会非常的长 所以我们最后的方案就是说还是去读 这个HDFS 但是是做了一个这个两层的拆分 对吧 第一层是说 分片去读 第二层呢是在flink里边在去做这样的一个广播 那这样既消除了HDFS单点的压力 另一方面也没有引入一个额外的技术战 那对 算法同学还是比较友好 对吧 而且我们这个两层广播本身呢对它也是不可见的 他感受到的就是 我们其实是在读HDFS的词表 然后最终在这个各个计算节点上都能看到 这份词表数据 但是这里两层的这种分片广播的方案 就我们还是有三个技术点是需要我们工程测的同学来 来来搞定 那第一个是说我们是因为是一个分片广播 那怎么对这个分片去做一个隔离 提升后边这个网络传输的效率 对吧 就举个例子说我们是不希望由一个 Task Manager 或者一个slot 来 来同时加载和广播这个所有的分片 对吧 那我们还是希望他来用不同的这个slot来做 这样往后边广播的时候呢 大家的这个网络压力都会均衡一点 那所以呢其实我们说用 Slot Sharing Group 那就能达到这样的一个分割的一个效果 那第二个例点是说数据完整性 就因为我们前面进行了一个分片嘛对吧 那后面 怎么使得后面大家在拿到这个词表数据的时候呢 保证这个数据是完整的 对 那其实这里就会有一个数据结构 包括这个版本的控制 就是 所有分片的这个数据都到了之后 那才能作为一个完整的数据去用 当然这里也会有一些这个处理的细节 对吧包括 高低版本到达的不同的这个先后顺序 以及要进行 对 一些数据的这个garbage collection对吧 这样的话呢 那避免占用太多的这个 内存空间 对那 第三个问题的话呢 我们还是需要稍微展开解释一下的话 就是说回到我们最开始说的Spark Streaming里边的话呢 那它因为是一个VP4的结构 对吧所以它能够保证在同一个P4里边 它一定是 先做完广播呢 然后大家拿到了相同的这个 词表数据之后才去做一个 数据的计算的 但是我们知道在 Flink的这个提供的计算方式里边呢 其实并不能保证这一点对吧 那 换句话说就是不能保证是说我整个DH是 先拿到广播的 词表的数据 再去进行一个业务的计算对吧 因为它这样就是不是一个实施的计算了 那所以在这种计算 翻试下呢我们不同的 Task Manager就可能会看到不同版本的这个 词表的数据 那这里就会是说对我们的那个 一致性就会数据的一致性就会有一些挑战 对那 其实因为我们这边的很多的策略业务呢 都是从原来的Spark Streaming的框架上 迁移到我们的这个Flink的框架上来的 对吧 那 因为Spark Streaming是一个强一致性的予以保证 那所以我们还是要解决一下就在Flink上去解决一下这个 不同Task Manager上的这个数据一致性的问题 那具体怎么解决啊 那其实 还是这个样子就是 是说 Flink 虽然没有Spark这种 Micro Bash的这样的一个语意 但是呢我们其实还是可以 去划分这个Epoke的 对吧 那就例比一下就Flink自己原生的这种 对齐的检查点的这个 功能里边这个Barrier 实际上其实也是在将整个的 Flink的计算的DAT去划分为不同的 Epoke 对吧那所以借鉴到我们这个这里的话就是在做磁标广播的时候呢 我们是也是 也是选一个Task Manager 来作为这个 来作为这个 磁标Epoke的这个发射器 对吧那由他来检测和 和发起就是如果有新的磁标版本的话就由他来发起 新的一轮的这个这个Epoke 对 那所以这里其实我们也是看到啊 就这个图里边也是表示了就是说磁标数据 本 数据这个这个本身是通过蓝色的线 那发到各个Task Manager上那但是我们的这个成色的这个Epoke 信息呢 那其实是从上游从上往下流出去的 对就比如这个图里边的话呢 那我们看到有些节点是 是是是已经 流到了V2但是有一些节点还是用的是这个这个 V1 对 虽然我们就说有各有V1和V2 但他本质上就是 V1 啊 还是 一致的 V2自己还是一致的对吧 那说白了呢 其实就是我们还是利用这个Epoke信息来将整个 DG来划分为整个不同的 轮次 但是每个轮次 自己内部呢其实都还是 还是一致的 刚才讲的是一个词表的分片广播怎么做隔离 保障完整性和一致性对吧那 最后一小爬头我们是来讲一下计算的负载均衡的一个问题 嗯 那我们这里说到计算的覆盖均衡啊 那跟数据 倾斜的问题呢还是不同的一个问题 那换句话说就是即使数据是均匀的是不倾斜的 啊对吧 那 就是数据量包括数据条数都一样 但是呢我们说 他的计算负载或者计算耗时 可能也会有比较大的差异 对 那么就还是 看一个具体的一个 场景的例子啊 就我们 呃测的计算这边就一条数据进来了 那他可能会走这么一个迭代式的一个计算 那每个广告的这个特性不一样呢 那就会导致三台机器上的这个 slot假设 每个广告都各自有三条数据 对吧 但是我们看 广告三的这三条数据他就算的非常的快 广告二的这三条数据他就计算的非常的慢 这是因为这是由于就是这是因为还是广告 自身的这个特点 决定了这个计算的耗时啊 就他不是由于这个数据条数来决定的 而是由广告自身的这个计算的就是 迭代计算的这样一个特点来决定了 比如说这里的耗时会比较长 所以呢 那我们还是回过来 我们就说这里的 计算负载均衡是一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假设你数据量其实已经很均衡了 数据条数已经很均匀了 就但是你最终的这个计算耗时还是一个 不均衡的对吧 那我们就是要解决的问题呢 就是看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解决这个计算 耗时不均衡的问题 那在 之前我们迁移之前 Sbox Dreaming框架下这个还比较好提 是因为Sbox Dreaming会有一个Driver的这样的一个主控的节点 那每一轮的计算说白了都是由他来发起对吧 那这个主控节点就可以做这种很多的这种负载均衡的事情 就比如就我们说 假设是一个一分钟的一个VP4 那他如果 发现上一分钟上一轮的这个耗时情况 这个变形度是 这两个广告耗时会非常的长 那分别耗5跟6 那另外的变形度是1跟2 这就不均衡对吧 那他在下一轮一分钟的这个VP4里边就可以做一个调整 就让他俩在一个变形度里边计算 他俩在一个变形度里边计算 那这样就得到大致的每个变形度你看计算时间是相对均衡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对吧 那所以理论上 就我们Supac streaming是能够做到这样一种是 利用上一轮计算的耗时信息来控制下一轮的这个 计算分锁的对吧 那也就是通过这种不断的 反馈加上调节的这样一个过程来动态的均衡各个 变形度之间的那个计算的耗时 这一页也是详细解释的就刚才是为什么把那几个 广告会 在新的一轮计算里边去放到一个一个 一个变形度里边来跑 那这里 详细的细节可能就不展开讲了就 简单的说这是一个动态规划或者叫一个贪心的计算的一个过程 那但是最终的是说呢 就如果我们能够拿到这种耗时信息 那我们就可以 最终的那个 划分的一个分组就是一个耗时上 计算耗时上 会相对均匀的这样的一个分组 那所以我们看从Spark 迁移到flink上的时候呢 我们也会去做这样的一个思考 就是说 我们刚才也看到了就 在Spark里边的话会有一个driver 去可以做这种统计 那第二是说它的shuffle的话 每个vp4都可以去重新的定义 那flink里边的话这两点都会 很多的不一样 第一个是说它的job manager 这其实是不去做这种协调和统计 那第二个是说 就我们的shuffle规则一旦确定 就是第一季一旦出实化完成之后呢 那就它不再去动态的去改变那个分区方式 对 这主要是因为就是它的这个 这里边的那个状态啊 就是不会去做一个热线仪 是因为假设你真的是动态在改变那个shuffle的方式的话 那它的那个 对应的那个状态啊 你就一定 先需要在 一个节点上 这个叫offload的下来 对吧然后再在 另一个节点上去reload上去 去 做一个 状态在不同的节点之间的一个热线仪 对 那因为没有这个热线仪啊 所以不太支持这种动态的shuffle 就所以我们说在flink的这样的场景下呢我们看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能够解决这个计算负载均衡的问题 那一些方案吧就一个是说扩直接扩资源 那其实直接扩资源并不能改变 就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啊 就是我们当时也统计过数字就是说你一个广告扩了兵性度其实本质上它还是在那个 兵性度上就那个兵性度的那个耗时也没有下来 那第二个方案是说我们当时也思考能不能是说 把状态进行一个外置因为你外置的话就可以进行一个 那个那个 无状态的这样的一个计算的这个迁移对吧就不论是说 你这个计算在slot 相互之间去做迁移或者是 做一个slot的并行 做一个那个计算的无状态计算的一个并行对吧 但是如果你这个状态位置到hbase 就一方面是说 远程的kv吞吐量肯定不如本地的 Roxdb的那个kv的吞吐量对吧 那另一方面是说hbase的那个checkpoint的体系的话 包括回棍啊 版卖隔离也还是还是挺复杂的 所以最后看一下我们最终采用的方案啊 就是我们这个流程图来介绍的话 其实我们是做了三段 首先第一段是说我们是把这个一层拆成了两层 对吧 让两层这个地方做一个并行的计算 就是我们那个状态的交互是在第一层 但是我们那个无状态的这个并行的计算 我们是放在了第二层 第二个是说那不是所有的广告都需要做这种并行的拆分 只是我们需要把那种耗时长的头部的长尾的广告 去做这种拆分对吧 所以就有一个负载的检测是说 计算市场超过一定的这个预知之后 我们再去把它做这个一层到两层的这样的一个拆分 那第3个方面是说你两层并行处理之后呢 往线上写的时候就要通过invent number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呢 去解决一个线上加载时序的 这样一个问题 对 那所以通过这种方案下来的话呢 我们说 就是这个耗时特别长的这个广告 因为 它会去按照这个并行度进行拆分对吧 那 这里并行度不一定一定是两个 这里举例是两个 那也可能是三个或者 四个那 那如果我们进行一个计算耗时的拆分就是 二分三分或者四分出去 那我们就能够解决就是我们开始提到的是说 一些广告上的那个计算量或者计算耗时会 非常长的这样的一个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整个看下来耗时的话呢因为这个 就straggler是一个 严重拖后腿的就是或者说头部的 耗时非常就峰值的这个耗时非常明显的这个情况呢就会就会消失对吧 因为我们设置了40%的这样的一个检测的预值 那你基本上超过了40%之后呢那就会进行一个拆分 对吧那你拆了之后它就它就低于40%了对吧 那通过这种方式呢我们是把那个预值上的 就就是我们是把 预值 以上的这种尖端的头部的耗时情况就明显的都给干没了 对 这个我们说一个最大的收益 就是说因为 Flink程序这种特有的这种反压现象呢很多时候 都是由于这种 个别的非常慢非常常位的 这种这种这种任务带来的 那所以我们针对性的干掉了这种任务之后 整个Flink任务的性能包括说吞堵量都有一个极大的提升 那最关键的是它也不再反压 那checkpoint也都会很正常的去做完也就不会再有异常的情况了 对 那我们简单回顾一下 就这里是最后通过这种消风式的这种 负载均衡的这种方式吧 就是计算的负载均衡方式 我们是把这种straggler给 明显的都把它干掉了 那讲到这儿我们对今天这个内容进行一个简单回顾 就大约讲了这SPA内容吧 对吧特征生产我们解决了 流微批用就是同一个任务去同时跑流和批的那个计算 那包括大状态 我们是能够通过冷而数据的分离去做到一个分钟级的故障的恢复 那也解决了像 从Spark市民迁移到flink上需要解决的这种磁标 磁标广布的隔离呀 包括完整性一致性问题 以及是说刚刚介绍的这个计算的覆盖均衡 是我们把拖后腿的 straggler的这种这个这个给都给干掉 最后也是 小小做一个广告 那其实我们还是是 非常欢迎向大家 这基于flink、spark 这种是做这个大数据研发的同学来加入 腾讯广告 这里也是一个我个人的一个邮箱 大家就是如果有一些交流也好 包括一些简历的投资也好 那请就直接发给我们 OK那今天的分享基本上是这些 OK 谢谢大家 请多多多多多多席 这些 suction镇 你为什么要磋标 没有 娘 给他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